林家謙、文念忠和劍擊運動員江文慧 星期四出席一個品牌活動 過百家謙的樂迷到場為觀 家謙又與樂迷影大合照 場面非常熱鬧 早前香港電台主辦的十大中文金曲 公佈入圍名單 橫數多個音樂班獎禮大獎的家謙 就榜上無名引起外界嘩然 家謙自己又怎看呢? 是一個很大問題 因為我覺得每個台都有自己的取向 所以尊重 不會很傷 那可能有些人 有某些台的歌譯都三合不入 即是我很難 所有平台都要很喜歡我 即是我覺得 這個又有點霸道 即是我覺得 我覺得 每個平台都有自己的取向 都 我要尊重他們 他們也會尊重我 可能有些人會替我 我覺得不正常 但不只可以 家謙就說自己太久沒有出歌 一眾樂迷等到頸都長 經常都好像追溯佬 他透露下個星期將會推出全新快歌 歌名由自己的姓氏林志 問到會不會在MV裡面跳舞呢? 他就大賣關子 說新一年想做更多的新歌 提到演唱會口碑好 會不會考慮開Part2呢? 他就說想做一個全新的演唱會 他們當然想 但我覺得 有些事情 就 點到即止 就OK了 未必一定要再不停重複 有些事情沒有聽說 我怕會再消費 多一次 大家會 對演唱會 沒有那麼 新鮮和深刻 有些事情發生了一次 很好的 再吃個翻層味 就可能未必那麼好吃 我想先做一些新歌 不可能有些新的run down 或者新的主題出來 我覺得這樣才會有誠意